大会堂都给了 人民大会堂都给 与腾系开会 它就产生了一个都认权 它就是一个协助权 那么人民大会堂就是协助犯罪 那么协助犯罪 人民大会堂的主人要承担一定的 是不是 我们还要国家都给吗 我们就要人民大会堂的主人 OK 第二点 我也提出了 你这一条全体的角度 全万众创新 全体创业 对吧 我们是全体创业吧 在这种大环境下 我们全体创业是没有错的 全倒置了 过去年 李源潮 这是全国家主席吧 包括现场为万洋 协助了一份计判 那么他们应该承担责 那么我们好球技术 对吧 那么有这些国家 你们都要给我们担责 给我们担责 我们还怕 还怕没有多底吗 所以说不但是百分之百 我要这两年的利息上 利息要墨加上涨 还有一个 这两年的精神准胜率 这是第二点 赶紧再发一发 第三一点 网上说 我一直在创造 比例还钱 我跟大家说一句话 我那边跟大家说一句话 从来我就没有谈过比 我也不需要比例 我就要人民大谷 外国家人 华尔虎 华尔虎 衅原团虎 不许年载 这类人 单责 在刑事犯队当中 单责 他们要承担 原地责 那么我们这人 人都让他们的责任存在下来 我们还怕什么 本地是官局是吧 本地是官局 不也是集成犯队了吗 他们都应该被抓起了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 进了这个思路 我们找 他的协助犯队 最近不是出台了什么 飞机条例 战行通告吗 那个飞机条例战行通告 一旦实施之后 大家知道我跟贞言法官的通话吗 贞言法官怎么说的 一旦这个飞机条例实施 所有的税收工商 战调部门 要该提的 税收广告 已用完的广告 飞机战行条例之前的广告 没有实施的之前的广告 属于善意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不存在 员工的工资跟绩效 都是应该追缴的 在这么多前的追缴回来的情况下 大家想一想 你还怕什么 好 这就是我今天发表的 在法院发表的观点 所以说网上再有人说 我是创造什么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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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的 我 我就分辞了 好好好